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些这个期望值的一些重要的性质 上礼拜我们有学过说 α倍的G of X加上β倍的H of Y 两个加在一起再取期望值 会等于各自G of X跟H of Y分别各自取期望值之后 再乘上αβ加起来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在Juant Case下 两个随机变数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类似的性质呢 有的 就是这个 就是H of Y 这个XY的一个函数乘上α 加上另外一个XY的函数乘上β 两个加起来再取期望值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各自这个函数取期望值之后 再各自乘上αβ加起来 好 让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性质 我们先考虑如果XY两个都是discrete的 所以我们就用它们Juant PNF 假设你知道叫Juant PNF 我们来证明这个事情 好 你看看αβ的H1和XY 加上β的H2和XY 根据这个定义 这两个函数相加的期望值 这个两个相加 以后还是个XY的函数啊 对不对 所以根据前面讲说 你这怎么算这个XY的函数的期望值 就是把整个函数值带XY带进去之后 乘上Juant PNF 然后对X对Y分别做summation 从负用大到无穷用大 对不对 好 你把这个PNF和XY把它乘进去 乘进去之后 比如说第一个 它乘进去乘上H1和XY 然后就变成summation的X 是summationY的α乘上H1和XY 乘上PXY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另外一个就是PXY乘上β的H2和XY 你把这个summation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只有H1的乘上PXY 另外一个部分是只有H2的乘上PXY 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面这个α 里面这个α 其实本来这细数在这个summation里面 是不是可以拉到外面去呢 是可以拉到外面去的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α倍的summation 这个H1和XY乘上PXY 然后呢把X从负永大到无线大 Y从负永大到无线大 你看你把H1和X乘上PXY 然后X从summation 从负永大到无线大 Y从summation到无线大 这个出来是什么 这不就是H1和XY的期望值吗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另外这个部分是H2和XY乘上PXY 然后对X从负永大接下来无线大 Y从负永大 伏永大到无线大 对不对 伏永出来是什么 是H2和XY的期望值 对不对 所以看最后 果然等于α倍的 这个H1和XY的期望值 加上β倍的H2和XY的期望值 也就是这个性值 在Discrete的Case下 我们证明它是什么 是成立的 OK 是成立的 好 那这是Discrete的 那离山的Case是要这样 那连续的呢 连续的这个Case跟这个很像 差别差别有什么地方 所以刚才的这个DiscreteCase是Summation 那连续的话应该是什么 连续的话就应该是积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同样的东西 我们在连续的时候给它证明一下 证明一下是什么 诶 α倍的H1和XY加β倍的H2和XY 它的期望值是什么 是这个函数乘上 jumpdf 把它积分 X重复由大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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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 是积分,积分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它乘进去 对不对 把它乘进去 分别乘进去 期望值,在连续的情况 连续的这PDF的期望值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同样的,第二个部分就是H2 of XY 乘上June PDF 然后DX DY 从负原大G到无原大,负原大G到无原大 这东西出来是什么 就H2的XY的期望值乘上BETA 所以你发现说,诶这个性值 在XY是连续的情况之下呢 也是成立的 只是刚才那个Summation变成积分 其实这个整个证明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值的一个性值 这部分大家介绍 好,另外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性值 就是说,这个是跟XY的独立性有关系 如果X跟Y这两个Renovable在几率上是独立的话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性值是什么 就是说G of X乘上H of Y 就是这个函数值跟X有关 这个函数值跟Y有关 这两个乘在一起又去取期望值 诶,会等于你这个东西呢 只单纯去算它的期望值 乘上另外一个呢 只单纯去算Y的期望值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看,事实上 这个呢,你如果要算这个东西的话 G of X乘上H of Y 这是什么 这是XY的函数 如果你要算它的期望值 如果是Discrete Case的话 你要做二重的函分 二重的Summation 如果是XY是连续的话 你就要乘上PDF去做什么 双重的函分 双重的函分其实很难击 可是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G of X的期望值 只跟X有关 所以如果X是连续的话 你G of X只要乘上一个X的PDF 就X自己的PDF 去做什么 对X积分 做一重积分就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呢 本来这个东西很复杂 可能要做双重的函分 或双重的Summation 在这个地方呢 只需要做一重的函分或一重的Summation 乘上这个东西呢 那也是一重的函分或一重Summation 所以两个一重的函分或Summation 会比做一个双重的函分Summation 通常会比较容易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性质 如果X跟Y是独立的话 一个X的函数乘上一个Y的函数 两个乘起来去算这join的 这个PDF或PM下面的期望值 可以化解成是 你这个X G of X 只在你自己X 那个distribute一下算期望值 还有你这个H of Y 只在你Y的distribute一下算期望值 那就很简单的多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明 假设你这XY是discrete 就用PNF来看 好 G of X乘上H of Y 它的期望值 这是个XY的函数 所以是什么 就把G of X H of Y乘上join PNF 然后对X跟对Y去做函分 从质量到接触量到大 那这东西呢 因为XY是独立的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是 probability of 大X等于X 且大Y等于小Y 对不对 因为X是independent的 所以这东西就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大X等于X的几率 乘上大Y等于小Y的几率 对不对 因为两个是independent 所以大X等于小X 且大Y等于小Y 那就等于X等于X的几率 加上大Y等于小Y的几率 两个相乘 对 就是这个是相乘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东西 那这东西是什么 这不就等于什么 这是等于X的PNF值啊 乘上Y的PNF值啊 对不对 所以发现说 原来两个是independent的话 PXY的join PNF 会等于各自的PNF相乘 对不对 所以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就变这个样子了 这个整个join PNF就变成P of X 乘上P of Y 对不对 那这个summation呢 你如果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跟X 这个只跟X有关的呢 就把它拉到Y这边来 只跟X有关的拉到这边来 那只跟Y有关的留在里面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说 它可以整理成G of X乘上P of X 对X做summation 这整个东西 乘上H of Y乘上P of Y 这上面这个双重的summation 可以拆成两个 只跟X有关的summation 跟只跟Y有关的summation 那你看看 你把G of X乘上PX 就是X的PNF 然后对X做summation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G of X的期望值吗 就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后面这个括号 是H of Y乘上Y的PNF 在对Y从负用到G 加到无强大 是不是就是什么 就是H of Y的期望值啊 所以我们证明了说 的确 如果X跟Y是独立的话 那G of X乘上H of Y的期望值 两个相乘以后再取期望值 会等于各自 在X的这个部分取期望值 各自的在Y这边取期望值之后 再相乘 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定理 刚刚老师跟你讲 你看原本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等号 你看他要做一个什么 这个整个这个地方 是要做一个二重的summation 现在只要做什么 做两个一重的summation 哇那好做多了 好这是Discrete的Case 那连续的Case呢 也是一样 就我们看一下连续的Case 连续的Case 现在期望值变成是 乘上PDF之后 再去做积分 G of X乘上H of Y 再乘上两个PDF join PDF之后 再做期望值 对不对 再做积分算期望值 那也是一样 如果X跟Y是independent的话 刚才前面有讲过 前面有介绍过这个join PDF的系值 如果XY是independent的话 它这个XY的join PDF 会等于X的PDF乘上Y的PDF 好 所以最后的积分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G of X乘上H of Y 然后才乘上F of X 然后再乘上F of Y DX D Y 那同样的你把它整理一下 跟X有关的呢 把它拉到这边来 拉到这边来 里面呢 这边就只有跟Y有关的 所以你发现 诶 这个呢 也可以整理出这个样子 是什么 就是一个 只跟X有关的积分 自己先G了 G of X乘上F of X DX 然后负荣大积荣大积荣大 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 G of X的期望值吗 另外这个是什么 诶 这只跟Y有关的积分 H of Y乘上F of Y 然后DY 然后负荣大积荣大 这个是什么 诶 这不就是 这H of Y的期望值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 诶 原来中间这个一个 很难做的一个二重积分 原来这个很难做二重积分 限制需要什么 限制变成只要做这两个 诶 一重的积分 两个一重的积分 会比一个二重积分 有时候好做多了 所以 最后我们整理出来 诶 那就等于各自 只是对X做积分 算是G of X的期望值 跟对Y做积分 算是H of Y的期望值 这个就是 again 这个性值在连续的case下 还是成立的 大家记住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期望值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 这个研究 或是干什么 都在做理论推导 期望值是我们最常算的 一个东西之一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很喜欢 随机变数有独立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性值 这个性值可以让我们算积分 算什么 哦 不用再算多重的积分 太有用了 太好算 太好做 OK 好 最后一个 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 是跟variance有关的一个性值 我们现在如果考虑一下 这个X加Y 这两个随机变数加在一起 X加Y 它的variance会是什么样子 那根据我们定义记得 以前说 某个东西的variance是什么 任何一个东西的variance 都是它自己 减掉它自己的期望值 取平方之后 再取期望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 K在看的是什么 我们在看的是X加Y的variance X加Y X是个random variable Y也是random variable 两个都是乱的东西 加在一起还是乱的 也还是个random variable 对不对 所以你探讨现在看的是 X加Y是random variable of a variance 那就等于 这个random variable 减掉它自己的期望值 这整个东西的平方 好 那我问你 X加Y的期望值是什么 刚才前面有学过 两个东西相加 在取期望值 可以把它各自取期望值相加 对不对 所以X加Y的期望值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X的期望值加Y的期望值 就是等于μS加μY 所以这整个东西就变成是 X加Y 减掉μS 减掉μY 就是这个random variable 减掉它自己的期望值 再平方 那这平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这个东西 X-μS我叫做A 然后Y-μY 我把它当作B 这不就是A加B的平方吗 A加B平方就是A平方加B平方 加上2AB 所以这个东西就把它乘开 最后觉得它长得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就是X-μS平方 加上Y-μY的平方 加上Y-μY的平方 加上2倍的X-μS 那Y-μY 是在期望值里面 但是前面有学过 一堆东西加在一起取期望值 跟它们各自取期望值 相加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 这三个把它拆开来 就把它拆成这三个 X-μS平方的期望值 加上Y-μY的平方的期望值 加上2倍的X-μS 乘Y-μY的期望值 好 刚才提到 X-μX的平方的期望值是什么 这个期望值是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X-variance 那第二个这个呢 Y-μY的期望值是什么 就是Y的variance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Y的variance 对不对 好 最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X-μS乘Y-μY 我们给它定义做 这叫做 Covariance of xy 这个以后 如果你看到 Covariance of xy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代表 X-μS乘上Y-μY 它的期望值 好 那这东西 如果你把它用 Covariance of xy 表示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哦 最后呢 X加Y的variance 可以表示成是 X-variance 加上Y的variance 加上2倍的 X-Y的covariance OK 好 这个是 你以后要怎么 如果需要算 X加Y的variance 你会发现说 它可以跟X跟Y的variance有关系 但是 它又多出了一项 Covariance of xy 那这Covariance of xy呢 当X跟Y是independent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什么现象 我们看一下 当XY如果是independent的话 我们前面学过 就是说 一个单单只有X的函数 你看这个 X-s 是指跟X有关 是啊 跟另外一个 指跟Y有关的函数 H of y Y-mu y 是不是指跟Y有关 是啊 两个 这一个指跟X有关 一个指跟Y有关的函数 两个相乘取期望值 刚才讲过 如果XY独立的话 可以变什么 可以变是各自取期望值 又在相乘 有没有 这前面一页在讲的嘛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两倍的X-mu x 乘Y-mu y的期望值 可以显成什么 就表现的是X-mu x 自己先取期望值 乘上Y-mu y自己的期望值 对 就显成是 等于两倍的X-mu x的期望值 乘上Y-mu y的期望值 那老师问你 X-mu x的期望值是什么 任何一个random variable X 减掉自己的mu x 再取期望值 刚才讲这不是可以拆开吗 这就变成是X的期望值 就是减掉mu x 那就是0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这东西呢 是Y-mu y的期望值 Y-mu y的期望值 你可以把它拆开 拆出来 变成是Y的期望值 减掉mu y的期望值 mu y的期望值 mu y是个constant mu y的期望值就是mu y 那y的期望值 这个不是等于什么 这是写的 y的期望值 减掉mu y的期望值 对不对 前面这个东西 这东西不就是mu y吗 那这后面这个东西 mu y的期望值 mu y是个constant 反正mu y的期望值也还是跟mu y 所以就变mu y-mu y是什么 所以最后是什么 等于0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当你XY如果是独立的时候 X-mu y X-y-mu y的期望值 也就是covariance x-y会怎么样 会等于0 covariance x-y等于0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covariance如果等于0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variance X加Y的variance 就是什么 就剩下这两个了 就是剩下variance x加variance y 所以这就是在XY如果独立的情况之下的话 才有这样的性质 XY如果是独立 X加Y的variance 可以等于各自的variance相加 但是如果XY不独立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这个covariance 你要再加一个这个covariance 像在这边 好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节 这一节一开始我们是介绍什么 我们介绍这个 在两个随机变数的情况之下 你的期望值是怎么定义的 对于任何一个XY的函数 你就把XY的函数 承认了join pnf 把summation对X跟对Y都summation 从负荣到无穷大 如果是连续的话 就是把这个函数 承认join pdf 然后对X跟对Y积分 从负荣到寄到无穷大 ok 好 另外我们也介绍一些期望值的性质 包括两个东西先加起来 再取期望值 会等于各自取期望值相加 或者两个东西相乘 如果你今天是independent的话 特别是如果你随机变数 如果是独立的话 期望值的计算有时候会比较简单 一个只有X的函数 一个只是Y的函数 两个相乘去取期望值 如果X跟Y是independent的话 可以变成是 跟X有关的只单独对X取期望值 跟Y有关的只单独对Y取期望值 各自做一重的 一维的期望值之后 再把它相乘 会简化很多 ok 好 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们的主要的介绍 就是针对 两个随机辨数的情况之下 你的机率分布还有期望值 好 那我们就这礼拜就介绍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 哦 好 哦 好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